战位 刚才两次审函一次 亚当次一次都是犯了同样的毛病 小将正涛 带球突破对方 中场的两人的这个封堵 结果被撞翻在地 中圈户里面球转起来 看这球 主裁判已经鸣笛了 示意28号于海是首球 于海向裁判示意 这球是肩膀卸下来 可能是裁判距离比较远 不容易看清楚 今天上不长的比赛当中 本京现代汽车队是 耶利奇意外的攻入一球 这样呢使自己的进球总数 已经达到了六个 追平了上海国际队的 加纳前锋阿游 以及鲁能泰山队的队长 李肖鹏 这样呢除李金宇进九球以外 到现在为止呢 是阿游 李肖鹏和耶利奇 三名球员同已进六球 并列排在射手榜的第二位 好的 看于海的突破 钻过去到进去里面 地滚球传过来 则阿尔西诺 刚刚这球啊 则阿尔西诺由于背对球门 所以停球之后 往中间看 结果啊 没有自己的同伴跟上 看右路的进攻 沈涵扣过对方 左脚转起来 很好的机会 这脚射门 小将于海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脚球啊 小将于海 张弓搭建 结果这脚还是打在了外道背 这是今天比赛 在开始之后啊 上海国际队 最精彩的一次进攻的组织配合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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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勇再把球推给左边路 给大了 在今年联赛开战至今呢 上海国际队所推出的年轻小将于海 的确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名年仅17岁的选手 不仅是边路启动突击的速度惊人 而且呢 他在场上这种穿插跑位的意识相当的强烈 可以说 可以说在国际队目前的左边前卫的位置当中 于海作用是非常的突出 亚当斯身后撞翻对方的36号 约利奇 主台是判了任意球 李彦上去啊 也是劝慰一下自己的队友 不要跟裁判去争论 从半径头来看呢 亚当斯可能是习惯性的 在和对方几位的过程当中啊 把自己的右手右臂扬起 这样的在裁判看来 这肯定是一个 故意为之的 顶推对方的动作 由于是正对国际队球门的一个任意球 其威胁性可想而知 大国际队是六名球员组成了人墙 漂亮 老国门将军反应速度极快 飞深的一个侧铺 将对方势在必尽的任意球射门 封堵出去 刚才射门是二少阳号 直取球门的左上的死角 将军的反应速度相当快 这也是北京现代队下半场的第一次的射门 同时获得一个角球 到前点被国际队投球顶出去 还是传给右侧 陶尾 在右边路呢 他必须要把球拉回来 用左脚再来传 到进军里面 小脚入射门 二十一号高雷雷 上海国际队这次的反击也是来得相当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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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尔西诺在罚球虎里面 停球调整原地转身的起跳射门 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动作变化 节奏的变化 令对方的防守球员不敢轻易地上抢 扑击 刚才这条球唯一的遗憾就是原地的抬脚射门 选择的余地非常小 结果是打到了皮球的底部 但是这一次的反击应该说 对对方的球门威胁非常大 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 双方各有了两次射门 而且从上海国际队进攻的威胁角度上来讲呢 比上半场有了极大的提高 好的 这一次是叫沈寒 李彦之地叫长传 给的力量太大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由于今天上海国际队中后场啊 三号赵子俊和七号队长吴承英双双被停赛 这样呢导致了主代练 程耀东在排兵布阵方面的确是捉襟见肘 加强后防线上这个亚当斯 那么封线上就不能排出双阿组合 来我们看场边上海国际队是一口气再换两名球员 29号阿尤和10号申斯一块登场亮相 向后防线上尼日利亚的外援亚良斯被换下 由于受到联赛外援上场人数的限制啊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另外申斯上场将17号审函换下 这样呢从上海国际队的人员调整情况来看 中场今天出任队长的8号李燕 将很有可能后撤到中卫的位置上 看这球 北京县大队在左边路这一次的反击速度相当快 而且传球也是传得很有威胁性 进去里面前后两点的包抄 这是高雷雷的起脚传球 最后是耶利奇 这球啊顶高出界了 我看成为了十个小处的 比手要最处理 我看成为了十四个小处 我看吧 也这一会儿 不得了一会儿 下一个小处 有机会 又不得了一会儿 那会儿 是这一会儿 入院才还有 这一会儿 您会出第一会儿 interview 今宾 达了四个小处 际吉他 есп署了四个小处 就是在对方 防守球员的贴身 看防之下 8号李宴 现在是改打中后位 同时呢 二少王云是出任 这个新的右边前卫 直接要射门 这是18号黄勇 中路带球 往前走 看不到合适的传球目标 干脆自己射门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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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熏龙还是把球交给陶伟 陶伟再传起来 这球 今天陶伟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的突出 左侧重新来发动进攻 叶利奇 这球啊 自己 扛的比较大 阿游越位 阿游呢 在最近的 多场联赛当中 是表现相当的出色 客场出战 四川贯城队 主场面对 沈阳金德队 都获得进球 上一轮比赛 1比0 小胜青岛贝莱特队 同样也是 阿游 将球打进 看这一走 六号 六号 隋东亮 右侧内部的插上 后点的包抄 接应同伴的携传 还是逃尾的输送 这个球啊 上海国际队的后防线呢 又是误以为 对方越位 根本就没有人 在防这个 根本就没有人 防后插上的隋东亮 而从半镜头来看 根本就不越位 中场 国际队的转移 郑涛 球没有带过去 这球 12号崔薇 和自己的同伴误会了 本来是国际队 制边线球的一次失误 深思脚底拉球 准备过掉对方 并没有成功 和自己的同伴 相当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游 外道位将球一拨 这球二拨得比较远 对方的解围开打中场 国际队重新来组织进攻 自己把球传出了界外 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同样可以发送手机短信